学佛的目的一定要知道 学佛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要明心见心 见心就叫做成佛 这大乘佛法里常说 明心见心见心成佛 那么进土宗 要不要明心见心的 要 但是进土宗 你现前烦恼习其中 业障中 把你的自性盖扶住了 你迷了 迷失了自性 所以自性不起作用 起作用的是什么呢 是烦恼是稀奇 这个东西起作用 所以生活的很辛苦 佛帮助我们 破迷其心 对佛法有信心 最重要对自己有信心 然后再相信佛 欧耶大师告诉我们 弥陀金要解里头 讲心愿心 信 他讲了六种 第一个是信自己 人要么有自信心 什么都说不成 佛很慈悲 帮不上忙 佛能帮谁呢 自信心很强的人 佛帮得上忙 那我们要想成佛 那要精英强的自信心 一定相信自己 本来是佛 这个话 释迦牟尼佛 在华言经上讲的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又说过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 智慧得相 佛在华言上讲的 这一点不错 我们相不相信 观无量受佛经上 讲净土的原理 理论的依据 佛这说八个字 是心是福 是心做福 这两句话 要不相信啊 我们往生有障碍 也成不了福 这两句话非常重要 是心是福 是心做福 是心是福 我们本来是福 是心做福呢 那就是念佛成佛 我们念佛的目的 第一个 是到极乐世界 那等于是个中途战一样 我们到那里 到极乐世界干什么 到极乐世界去成佛 这个要知道啊 是我们自己自家的事情啊 阿弥陀佛给我们做真上缘 要想的 清英缘 所缘缘 无间缘 都是属于自己的 阿弥陀佛 祝佛菩萨 给我们做真上缘 我们的信心越强 力量就越大 阿弥陀佛菩萨 加持能加得上啊 阿弥陀佛 我们的信心不强呢 他加的力量就很微波 就不强 阿弥陀佛 所以福利加持 跟我们自己的信心呢 恰好成正比例 我们有一分信心 他加持一分 我们有十分信心 他加持十分 我们有万分信心 那他加持万分 这很不可思议啊 你说这信心多重要 阿弥陀佛 四十九年 苦口婆心 讲经教许 目的活在啊 第一个目标 就是帮助我们 恢复信心 信心是本能有的 迷失了自信啊 信心也被丢掉了 这很可惜 阿弥陀佛 教导我们 把信心找回来 然后第二个目标 帮助我们 破密开悟 啊 觉悟之后 才会发愿的 愿是真的 啊 觉悟之后 了解 两个世界的真相啊 极乐世界的真相 我们现在 说破世界的真相 都搞清楚 都明白了 你心里头 自然就有所选择了 都搞清楚了 我选择到哪里去 真取得了啊 不是假的 啊 谁没有智慧 这么行呢 啊 这个一定要知道 世尊苦口婆心 教了四十九年 我们不能辜负他 啊 对他所教导的 一定搞清楚 搞明白 啊 然后 在他四十九年 所教的这些 法门 啊 所谓的 八万四千法门 啊 这么多的经论 我们有所选择 啊 这个是有必要的 对